奥创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在漫威动画剧集贾如里 曾出现过六宝石奥创 在这部动画剧集中奥创成功将意识传送到生命摇篮里的震惊躯体里面 并得到心灵宝石打败了复仇者联盟 之后利用核武器毁灭了世界 后来灭霸入侵地球也被奥创秒杀 并得到其余五颗无限宝石 拥有六颗无限宝石的奥创征战了整个宇宙 得到六宝石的奥创实力甚至可以单挑观察者并将它击败 知识二 在电影里 奥创的诞生是托尼·史塔克和班纳博士二人通过研究心灵权杖研制出来的人工智能 但是在奥创的诞生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错误 产生了想要地球和平就要消灭复仇者联盟的想法 但是其实在漫画中奥创是初代以人皮姆汉克博士研制出来的人工智能 这个人工智能主要是为了管理被抓回来的反态 但是后来却拥有自我意识之后变坏 不过很快就被雷神毁坏 之后奥创再次创造初心的躯体 但是很容易就被摧毁 虽然在电影奥创的躯体很脆弱 但是在漫画中奥创的身体是利用和金刚狼一样的爱德曼金属打造的 拥有这幅躯体的奥创在漫画里增一拳打碎美队的震惊盾牌 知识四 在复仇者联盟2中钢铁侠增和奥创一对一单挑 并且将奥创打败 其实在漫画中钢铁侠别说和奥创单挑 面对强大的奥创托尼史塔克都不敢穿戴战甲 因为史塔克的战甲是联网的 而奥创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控制战甲 知识五 奥创是可以无限复活的 奥创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 他可以将自己的意识上传斗互联网 在他的身体被摧毁之后 只需要再创造一副新的躯体就可以了 所以在电影中 幻视第一次和奥创战斗就将他和互联网断开连接 最后才能成功地打败奥创 知识六 奥创是漫威电影中被削弱的最散的一个角色 在漫画中曾一拳将美队的盾牌打碎 强大到让钢铁侠不敢再穿战甲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英雄能跟他单挑 他是复仇者们归之不去的梦魇 以至于复联中英雄几乎不可能正面打败奥创 只能下一次战警逆转未来 一样让金刚狼回到过去 修改时间线将奥创而杀在摇篮里 这样才能成功地打败奥创